指苗栗科地廠的移工群聚感染 持續擴大 新竹科學園區 從六月五號起 就設立了移工專案的快篩站 這五天下來 已經快篩了五千兩百一十三名 移工 結束階段性的任務 市長林志堅也到場鞠躬 感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好 可以看到新竹市長林志堅是深深一鞠躬 感謝這五天下來竹科專案快篩 證辛苦的醫護人員 協助苗栗科技廠 篩出八千名確診移工 完成階段性的任務 而接下來將會和苗栗縣合作 來回防竹南 而竹科專案快篩 證是全國目前最大的篩檢站 一共投入了五百多名人力 單日的篩檢量最高 可以達到一千件 而這五天下來的快篩結果 除了苗栗科技廠的移工確診 在新竹地區公司的移工 也全部都快篩陰性 是讓竹科園區安心不少